觀眾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16年6月13號 星期一 歡迎收看今天的日本新聞 為豐富全日本華僑華人聯合會的社團文題活動 增進團體之間的交流 同時 為推進在日華僑華人提高生活質量 由全日本華僑華人聯合會舉辦的首届全華聯五糧夜盃高爾夫大賽 於6月10號在千夜舉行 隨著在日華人的生活水平提高與意識變化 高爾夫愛好者逐年增多 本次賽事 在全華聯相關團體的努力下 共有14支代表隊 140多人參賽 其中包括來自關西民谷屋的代表 比賽設有團體和個人等多個獎項 我們的口號是有益的比賽點 加強這個喬團之間的交流 很喜歡打球 我覺得打高爾夫球對身體好 首先是能鍛鍊身體 然後還很減壓 大家通過這次比賽 我覺得我認識了很多朋友 覺得很開心 早晨起點 各代表隊便來到賽事首發地 邊準備邊交流 隨著第一竿球的開出 比賽拉開帷幕 本次比賽由全日本華僑華人聯合會主辦 多家華人團體幾頁贊助協辦 主辦方從賽事策劃 組織 活動安排及頒獎等精心籌備 旨在增加華人團體交流 豐富華僑華人生活 我打高爾夫佔近十年了 高爾夫是一個很好的樂趣 對身體又好 又可以結交很多的朋友 日本華僑華人聯合會現在 我們就是在華人 加近有一百萬左右的 現在愛好高爾夫的人越來越多 希望我們通過這樣的一個比賽 或者通過這樣的一個我們的交流 我們的戰略華人 我們更有凝聚性 更有團結力量 為我們在日本的華僑華人爭光 正如大家知道的 剛來的中國人剛到國外的時候 大家都忙於打工 首先得生存 那麼現在呢 大家經過拼搏努力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新天地了 所以說經濟基礎有了 時間有了 那麼剩下的是怎麼能夠讓我們的業餘文化生活 更加的健康快樂 通過高爾夫 我們可以交友 可以學習很多自己以前不知道的知識 它和一般的運動是不一樣的 使人身心健康 能夠增加朋友 還能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 使自己能夠向自我修養方面快速埋進 經過長達五個多小時的比賽 本次比賽的各大獎項塵埃落定 團體總幹冠軍由日本川羽總商會獲得 而團體靜幹的冠軍是北京同鄉會代表隊 頒獎宴會上 全日本華僑華人聯合會會長延安上臺致詞 他希望三日華人多參加高爾夫運動 強健體魄 並對每一位參賽者表達了最真摯的敬意 在喜悅與歡笑間 宴會氣氛高潮跌起 在生生的獲獎祝賀聲中 本次首届全華聯高爾夫大賽圓滿落下帷幕 從現場的這種氣氛 熱情和這種都能夠看出 就是大家的這種鄰居力 這種內心 能夠要在一起的這種熱情 所以說從高爾夫的這個賽本身 能夠反映出在日華僑華人的一種變化 就是由那種為自己生存 學習 打工工作 到今天已經有了發展 有了有優 然後大家能夠凝聚 也就是說由個人過去 各行其事 各局面其 到現在大家能夠凝聚 整合成一個整體的 這麼一個在日華僑華人的這種力量 而且這種整合 它是通過內心的這種情感來凝聚的 所以這種力量是很大的 現場也是很感動人的 所以我想明年 這是第一屆了 我想明年一定會做得更好